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莎莎 两岁行 脸都是走的 今天一大早就收到很多亲戚的朋友的信息叫我们赶紧带孩子回深圳 因为香港这边的疫情现在是所爆发就爆发都是比较严重的 如果有看过我之前的视频的话 就会知道我们两家人都是在深圳本来的深圳定居的 就是回去也有地方住 后面是因为孩子和工作才过来香港 因为我和我老公都不是深圳人 不是深圳本地人就是读书啊很多都是比较困难 后来就决定大家过来香港这边就是解决了工作和孩子读书的问题 大家现在都知道如果我们回深圳的话 就要在那个酒店里面隔离14天才可以把我们放出来 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 在酒店里面14天也是可以的 反正在家里面也是天天困着 不是我们不想回去我也想回去啊 深圳的家还大一些住的更舒服一些 只不过是因为我还有一个饿宝比较小 也要去健康医院打预防针啊 然后还有很多问题哦 我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回去的话也是很不方便 不是说路程很不方便 而是我回到深圳的话 深圳那边也没有什么亲戚在 我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真的出去买个菜也是比较困难 而且我的饿宝还在喝奶粉 我要是回酒店隔离14天的话 我一个人只可以带两罐奶粉 然后出来的奶粉也不够了 现在找人帮我们带奶粉回深圳也是比较困难 不是说我看不起国产奶粉 国产奶粉现在也是很好的呀 宝宝的口味问题也不是说一下子就能适应过来 我最怕最怕的就是我一个人带两个宝宝回深圳 然后其中一个宝宝有点什么不舒服啊生病了 我一个人很难照顾他们两个 所以依旧选择留在香港的内地人 我想一定会是工作问题啊 宝宝的问题啊 还有要过就是老家实在太远了回去也比较困难 现在这个情况也是很难说说走就走的 我已经困在家里面十天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